好 再加一个好玩的东西 我们在施法的这个过程中呢 让地面震动一下 让你的摄像机晃动一下 看一下这一个怎么来 我们呢 找到这个蓝图 蓝图文件夹 空白处 然后选择蓝图类 找一个东西 用英文shake shake就是震动的意思 我们找一个叫做 摄像机震动 摄像机晃动 这里有很多 我们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Martini Camera Shake 的摄像机晃动 选择以后呢 取个名字 就叫做什么呢 Camshake Camshake 专门用于这个镜像力 镜像力的这个 好 双击进去 稍微进行一点点修改 我们编译保存一下 好 首先这个震荡的时间 嗯 我们先暂时先设一秒 这一秒估计会有点长 但是呢 为了演示方便 我们先设一秒 它有两种震荡方式 一种是这个位置的移动 一种是旋转震荡 这个我们都可以加一点点 还有一个FOV 我们都加一点点 旋转震荡呢 我们加那么个5的10 正伏为5 频率为10 这些的都是不太 不太大的啊 正伏也是 xy 这是位移的震荡 好 点编译保存 我们做好了一个这个震荡的圆 然后呢 怎么来应用呢 回到我们的这一个啊 释放 释摩法的那个地方 找到 啊 粒子 粒子的后面嘛 我们加到粒子的后面 粒子释放出粒子之后呢 我们就来一个摄像机的震动啊 摄像机的震动啊 看来怎么来 加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 camera shake shake camera 嗯 开始 Martini的这个摄像机晃动 它需要提供几样东西 第一个是这个摄像机 玩家摄像机管理器啊 我们就 获取玩家的摄像机管理器 连到它这个地方 然后另外还选一个震动的类 我们刚刚加了一个对不对 这个Camshake 啊 Radial force Vatial force 好 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试一下 好 按一下啊 可以看到这个皮肤在震动 但是这个震动的这个时间 就过于长了啊 过于长了 我们把这个时间调短一点 进到这个震动里面来啊 我们说的这个类 把震动调成0点 嗯 0.2秒吧 我们再来试一下 0.2秒 运行 可以看到 有一点点晃动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晃动的频率 稍微变快一点啊 变快一点 现在有点这个感觉有点慢 把这频率变成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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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然后再来看看 看看能不能 稍微 OK 这个 这个荒动的这个频率 还行啊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过多了 我们再把这个 嗯 50 稍微变慢一点 3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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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外这个晃动的时间 甚至还可以只有0.1秒 更更加短一点 要不然你会有点头晕 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频道 又太短了 0.2秒 还是 还是0.2秒 我们再试一下 好 这个震动应该是差不多 好 这个呢 叫做摄像机的晃动 啊 我们有一些这种比较力量 比较大的魔法都可以 使用这种方式